观众朋友们我们关注重要新闻 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 春节这个漫长的长假结束了 很多人都开始上班 有什么新闻呢 在湖南省就放了一个冲天炮 让大家匪夷所思震惊不已 什么冲天炮呢 也就是上班的第一天 湖南省委发了一个通知 就是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 说了总结湖南省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 每当思想解放敢室敢闯 没有禁区的时候 经济各方面发展就好 而一旦思想保守 被禁锢 为守为脚 那么就开始走下坡路 所以要开展思想解放 这种大讨论活动 所以这个东西一出了 大家就也得震住了 为什么震住呢 因为今天这个氛围不对啊 你好比说北朝鲜 你突然说我们要走资本主义 道路发展经济 我们要跟南朝鲜和平友好 大家觉得怎么突然冒这么一句呢 大家就很费思量 因为这个没有这个氛围啊 现在是防火墙 是高墙灵力 然后呢 这个禁言七不讲八不说 一片风声鹤唳 这湖南省委是吃了豹子胆 还是怎么回事呢 就不明白 所以就出台了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呢 大家不明白旧理 这就需要分析啊 他到底出台这个通知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就说了 这个湖南省啊 是老毛的故乡 所以啊 他呢 要倒习 要反习 所以要开展一次解放运动 通过思想解放运动 来否定习近平思想 从道理说了 还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啊 老习执政11年 中国啊 政治倒退 经济衰退 民怨沸腾 国际社会孤立 成了文明大洋中的一夜孤舟 再这样走下去啊 中国就跟那个股市一样 都要崩盘了 确实有一点啊 像这个过去的 毛泽东死去的 1976年那种状态 所以说 开展思想解放运动 还真的很有必要 因为一提起思想解放运动啊 我们都不得不想起那个 令人怀念的时代 也就是在1978年 邓小平就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说 要解放思想 实质求是 谈结一致 向前看 随即胡耀邦组织了思想解放大讨论 目的呢 就是要否定两 华国锋的两个凡事 然后提出来要解放思想 实质求是 真理是解 实践是检练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是可以说 大家非常的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是刚刚结束文革 大家在文革的苦难中 已经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堪忧 人民生活贫困 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所以喊出这么一个阵容发挥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一种开展思想大讨论 可以说啊 冲破旧的思维这种框架 是一次革命 思想上的革命 大家非常的兴奋 这呢 为改革开放啊 奠定了基础 否则你想 毛泽东那时是计划经济 搞阶级斗争 你如果说还在那个体制内 在那种思想框架内打转 你又如何进行思想解放 如何走向改革开放呢 其次呢 还有一个背景 也就是1992年 邓小平南巡 大家知道 八九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之后 西方各国对中国进行制裁 邓小平 把江泽民把江泽民从上海调到北京 担任总书记 希望呢 让中国啊 走向啊 恢复过去的改革开放 但是这江泽民啊 他不清楚啊 因为他当时啊 被把他滴溜过来 从上海滴溜过来 他以为自己犯了什么大错 是抱着他的妻子 是痛哭流递 就好比说要告别 生死离别 一去北京 光还生 光换生死海 也不知道 有去 还是 还能不能回 夫妻还能不能见面 他下了飞机 人家跟他化妆成一个画家 然后让他进了中南海 所以当时 那个老江的心里 这蹦蹦蹦蹦地跳啊 呵 好家伙 会不会 有灭顶之灾 因为当时赵紫阳曾经批判 批评他 对待上海经济 世界经济导报的查封 有些 左倾 所以说呢 江泽民很快就跟李鹏打成一伙 我以为要重返文革 哪知道邓小平 坐不住了 因为老爷子一生的 努力一生的成就 就是改革开放 好家伙 你们这两人串通在一起 那还有我什么事呢 于是老爷子啊 自己坐火车开专列 到这个深圳 到上海 于是东方风来 满眼春 开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 当然这个改革呢 我们也要说 是让中国走进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时代 这位邓小平 习近平最终的富弊 应该说 留下了伏笔 当然了 有些历史事实也要 曾经 胡耀邦批评 华国锋的两个反思 但是根据现在越来越多的史实来看 这个很多问题还是有问题 因为真正的改革开放啊 还恰恰是华国锋推动的 华国锋当时啊 把这个组织了两个 一个 两个代表台出访 一个是到西方 德国呀 美国呀 西方去 另一个呢 是到东欧 去看 两个 一个社会主义阵营 一个资本主义阵营 然后在深圳也是他 率先提出 简特区 同时呢 我们也没有证据发现 华国锋打压 邓小平 所以有些历史事实 大家可以去参考 他们研究党史的 他对这个问题呢 关于华国锋的历史功过 他有自己独到的评价 好 我们还是把话收回来 来说这个改革开放 所以说啊 在当时改革开放 推动了中国 走出毛泽东黑暗时代 进入一个光明的 改革开放时代 所以一提起解放思想 中国人就很兴奋 因为他预示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但是今天 这个啊 目前湖南省委书记 沈小明 他是习的 应该说 应该说亲信 或者说是习家军成员 他怎么会倒习呢 尽管呢 在之前大家看到 在财新网 这个媒体 上面就有社论 说呀 实事求是 要讨论实事求是 中国现在应该弘扬 实事求是 也让人产生了 很多的联想 连续三篇 社论 基本上 很多都被封闭了 但是呢 也反映出党内啊 有 不同的声音 有 否定 习近平 倒行 倒行 利私的 这些人事的 力量的 称赞 那么 我们说啊 这个 湖南省委书记 沈小明 啊 他会做这个事吗 那显然不可能呢 其实啊 我们认真的 吕一吕 您就明白了 啊 我们来看一看 他上面 说是一个题目是 解放思想大讨论 但是人家里面 是有规定的 你讨论的 目的是什么 啊 目的是要学习 习近平思想 目的是要学习贯彻 二十大 会议精神和二十大 二中全会的精神 对不对 他首先给你一个 井窟臭 就已经把你限定住了 你只能在这里 然后他的目的呢 是要打造湖南的 先进的 啊 这个制造业基地 所以他提出的是 要往科技上 啊 走 同时呢 他在底下呀 啊 媒体的评论区 他几乎全部封闭了 就是不许评论 所以 你就很明白了 这一次活动 他显然没有任何反习倒习的 而是要进行深化学习 习近平思想 啊 这是不是 让人先有一个联想 后来才发现 这风马流 啊 不相及 啊 但是还是有网友在思考 就说 那既然不是这个目的 那会不会是 那会不会是 引蛇出动呢 是习要重回文革 开启文革呢 既然说改革不行 那就很 剩下一条路不就倒退吗 而于是呢 有些网友啊 就产生了新的想法 而因为在1957年的时候啊 啊 中国呢 曾经在开展了一次啊 这是思想讨论 跟共产党啊 提议一些 这是毛泽东啊 部署的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啊 因为对共产党的执政 他们有些不满 特别是 民国是留下来的一些知识分子 比如说罗隆基啊 比如说楚安平啊 等等吧 很多知识分子 都分别跟共产党提了意见 楚安平就这个 这个原来的啊 《时报》子的编辑啊 资深的媒体人 他就提出党天下的一个问题 他说呢 在国民党啊 时期啊 是民主有啊 民主多余少的问题 而在共产党统治下 他现在变成了 民主有还是无的问题 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 对共产党啊 就说不能打造一个党天下 而要打造一个民天下 实际上我们要说 这些留下来的知识分子 大多啊 其实他们都还是一些 左倾的啊 这么一类知识分子 对共产党呢 抱有信心 抱有幻想 希望呢 共产党啊 不同于国民党 他们认为国民党太腐败 但事实证明呢 不是这么一回事 毛泽东呢 就转手把他们都打倒 然后就提出来 叫我们这是阳谋 而不是阴谋 啊 我们是要引蛇出动 五十万知识分子 啊 招此啊 贼了 那不光是五十万人 五十万人 那里有家人的 还有年代的人的 其实已经超过了一百多万人 啊 就是因为跟共产党提意见 因为乐爱共产党 最后呢 被打进 打成右派 关进刘鹏 去劳动改造 一代知识人 啊 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 所以有些人就说呢 而这忽然呢 可能故意让你去说 啊 你说了以后 就好 好抓坏人 啊 谁言论 啊 过激就把人 逮住 啊 所以啊 是习近平 想进行新的 文化大革命 但是是我们分析起来 你把平等区都 都屏蔽了 那还有什么 这显然呢 并不是说中央 啊 就是说习近平 特别指示的 如果特别指示 就会有蔡奇 开一个大会 啊 解放思想大讨论 啊 各种 让你发表 不是 这还是啊 湖南省委地方 这个 啊 想 出人头地 想了一种方式 能够来博取习近平的 眼球 这么一种状态 啊 所以他开展了 这个活动 好像呢 也不成 也并不像 是引蛇出动 或者说 想开展文革 因为毛 跟习有不同 习啊 他比较怕 这个群众运动 他虽然天天说 我将无 我不负人民 我这个 人民就是江山 共产党就是打江山 他说了很多 关于人民 但是习近平从内心啊 他对人民 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 为什么呢 因为少年时代 文革时代啊 他的家庭 也遭到了批判 也打成了黑五类 啊 所以他自己啊 有这种心理的阴影 而毛泽东呢 都没有 毛泽东是死人堆里 爬出来的 啊 他就是喜欢热闹 喜欢群众 所以啊 他是发动群众去夺权 造共产党的反 啊 这是毛泽东 而习近平呢 他是不敢的 要说文革啊 习近平想不想搞文革呢 这就看我们怎么去定义文革 如果你说是新文革 其实习近平一上台 他就在搞新文革 啊 他就说啊 这个打通情后 两个三十年 啊 说这个文革 啊 他是一种艰辛探索 当民怨沸腾 啊 说指责搞文革的时候 他马上要发一篇文章去批判文革 这就是他的一种办法 然后国进民退 啊 第二次公私合营 啊 然后跟西方对抗 啊 敌我 西方 敌我之心 啊 那你说是不是文革呢 应该也算是文革 也可以说是文革的2.0版本 啊 但是是不是 湖南这一次 就是习近平处心己律的 像毛泽东一样 为了发动文革 啊 进行对武寒的 啊 这个海瑞罢官历史剧 进行批判 要姚文元在上海去写 江青去取 然后呢 再开展 一次活动 目的是要夺权 目的是要打倒 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 政府机构和党的组织 这是老毛的这种套路 而显然我们似乎啊 还看不出单 在目前老百姓也不答应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第二个想法 我们也保持质疑 那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就有第三个想法 也就是说呢 解放思想啊 其实就是统一思想 这是习近平的逻辑 因为这老习啊 他比较有意思 学问没有 喜欢背书 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读过法国的余国 读过 蒙田读过 迪德罗 说了很多 其实都没读过 你又没什么文化里 你出版150本书 自己都看不懂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就是说 那你这个 开展思想解放运动 这就不对啊 因为目前来说啊 习近平上台以来 就说欺负奖 不需谈公民社会 不能谈 这个思想 这个限制民主 他有很多东西 跟你限制住了 记者高瑜 曾经就是把这本文件 披露出来 因此被判入狱 最后被迫认罪 这么一个问题 到今天 有多少异议人士 就像许章润一先生一样 连退休的工资都保不了 像蔡霞 在海外 因为说这个共产党 这个黑帮 结果呢 对这个林齐政权动手 把他的养老金也跟他停了 现在还流亡海外 从目前来说 这习近平 他对思想言论的控制 似乎跟老毛有一比 目前还算是没有到 稍疏的程度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你看那个互联网防火墙 高墙林立 老百姓要翻个墙 才能看到西方真实的信息 所以在这种情况 哪来谈 这个人 这个是思想解放呢 你这个权力不受限制 思想怎么解放呢 对不对 老百姓 道路一幕 风声鹤唳 看的人 都不敢提习 只能说那头猪 那你说这个思想怎么解放 是不是有问题了 所以说啊 这些我们要反过来思想 就是习近平在国际上也一样啊 你看他到国际上说 要打造人类命运 共同体 这个话没问题啊 说得很好啊 对不对 人类 现在是地球车 当然是相互联系 因为很多国家都有核武器啊 那可以毁灭地球多少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要相互的有爱 命运在细于一起 特别是气候变暖 说得很好 但是他不是这样做啊 他的做法是 在南海咄咄咄逼人 在东海也是穷兵炫耀武力 在台海更是咄咄逼人 在香港本来一个下金弹的机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现在把人家弄成了遗址 不是现 没没就是已经衰亡 变成了一个可以参观的遗址 等等这些现象 本来中国经济 应该虽然有结构性问题 制度性问题 但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啊 但是在他的十一年执政 对民营企业大脑动手 越是重要的民营企业越要打压 因为他恐惧啊 他担心共产党的政权会不保 这些民营企业的脑袋上 有防骨 非我族类 齐心必毅 他就这么胡思量 胡折腾 结果把中国经济奄奄一息 老百姓 孩子都找不到工作 百分之五十的青年失业率 还有房地产泡沫 还有银行的这种贷款 不良资产 地方债务的高企 货币超发 等等这些问题都很严重 这就源于呢 他内心有魔 有一种恐惧 这种恐惧 他消解不了 他必须要控制 这就带来奇怪了 那你控制 那怎么可能 有思想解放呢 所以他的逻辑啊 他跟我们不一样 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在搞人质外交 战狼外交 至于说 那一个好听的词 那是忽悠你的 后面的问题才是真实的 所以说呢 李强去打沃斯论坛 去说我们经济增长得很好 我们百分之五点二的增长率 习近平在春节堂大会上说 这边风景独好 继续投资吧哥们 王毅在这个瑞士 召开了目离黑 安全会议上 说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和平力量 乌克兰外长跟他会谈 接触在当天 纳瓦尔尼 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 就被普京杀害 他的遗孀 隐含乐泪 也要继续战斗 中国就很尴尬了 但是 人家也不愿意 让中国变成俄罗斯啊 还是呢 希望中国发挥作用 但是 人家从内心里对你是鄙视 所以说习近平的逻辑 就是解放思想 就是禁锢思想 解放思想 就是封闭思想 就是统一思想 这是独裁者的逻辑 我们再说最后一点 那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我们需要总结 需要分析 我的看法 就是一个马屁秀 斗里弯 大家知道斗里弯 是马三利先生的相声 他说了半天 就是斗里弯 让乐而一乐 马晓明呢 我觉得他的目的 就是推动 这个主题教育活动 大家知道 在去年的9月30号开始 蔡奇主持了 学习习近平思想 主题教育活动 习近平做了重要的讲话 自己号召 全国人民学自己 你说这脸皮有多厚啊 这个蔡奇那更是马屁高手 说我们要学习主席的思想啊 要入心 入脑 还要入魂 那你共产主义者 你都不相信 有神 有灵魂 那你怎么就入魂了呢 但是这不说了 这是习近平逻辑 正的就是反的 反的就是正的 吃不到不都不都 不吃不到 到处不到逼 这就是他的逻辑 我们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来看这种 这种问题呢 就是说解放思想 解放谁的思想 谁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说解放思想 那肯定是思想不解放 谁造成了思想不解放呢 那就是 这个问题你不说清楚 然后组织一次讨论 那不是一地鸡毛吗 这是有道理的 刚才我们也说了 习的逻辑 解放思想 就是统一思想 就是要掀起一个 学习习近平思想的新高潮 让大家在这方面呢 统一思想 嘿你说是不是 逻辑混乱 逻辑颠倒 但是说了一个 还是有一个意义 也就是在当前的中国 那就是撤出防火墙 那就是撤出防火墙 让中国老百姓 能够在自由的 营特网上 自由的冲浪 自由的去寻找 他们感兴趣的信息 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这才叫真正的解放思想 把思想的自由还给人民 这就是正常的呀 如果你进一步解放思想 同时禁锢思想 那你的目的 说白了 就是剥夺公民的自由言论 和自由思想 所以说啊 湖南为什么 就是拍马屁 湖南省委书记 看到这种习近平思想教育活动 我们要再添一把火 然后怎么来说呢 这解放思想 然后老习 老习的想法 老习认为 他一直 他就说他2018年和2023年 就已经在多次讲话中 要说要进行解放思想大讨论 所以湖南这个想法 他不是自己编出来的 他是跟习思想紧密结合 因为习认为 邓小平这种改革开放思想 就是流毒 就是有错误的 毛泽东的文革思想 他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要解放思想 要否定改革开放 要开启一个新文革的时代 最终中国走向北朝鲜 这才是中国的正途 但问题是 中国能答应吗 中国人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 他最起码他知道啊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西方是怎么样的 你再说西方 洪水猛兽 人家不相信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 你说这个事咋整了 一个马屁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出风头 搞一个思想解放运动 然后你又不许评论 把评论区全部关闭 你最终呢 那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很多人本来就已经失望 你再演一道之后 让人家再失望 那不就变成绝望了吗 所以说啊 这就是斗里弯 就是一个笑话 但是也说明了一个道理 就是中共政权在20大后 已经走向了末路 经济问题解决不了 国际关系也无法恢复 老百姓愿生债道 如何治理 吴大郎台电 没有高人 在这种情况下 解放思想 这个事会不会引发出 人民的一种抗议浪潮 会不会到时候 又无法收拾呢 那这个事情我们都说不清 但不管怎么说吧 湖南的这一场马屁秀 确实让我们看到了 洪潮末世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 感谢您的收看 未经许 cautious 不管 好